其實我覺得社會有一個錯的概念 是以為情侶一起出國旅行 會更加新鮮感 但是這是錯的 因為你跟一個人一起過24小時 就會很容易恨彼此 很容易恨它 就跟前女友我出國旅行 我是喜歡那種很酷的探索位置 就是到處跑啊 然後環島啊 什麼下水道啊 什麼探索位置 忍者歸喔 我是喜歡打便車啊 然後騎摩托車那種 但是他公主病很嚴重 然後他喜歡那種蚊子冰冰的 然後去吃大餐好餐廳 然後搭那個計程車 反正就是亂花錢就對了 所以會每天罵我 讓他騎摩托車很狼狽 然後說我是一個大小氣鬼什麼的 然後我罵他 他是公主病 我亂花錢就吵不完的 但是為了要假結婚 所以你就是要跟他 對 誰叫你要假結婚 誰叫你要假結婚 比如說不管是要出國 還是出去旅遊 一定要先問清楚 因為像我那時候 跟我之前男朋友 就是沒有問清楚 他就是想要去泰國 因為他要去還願 因為他就是有跟四面佛許願 他要去還願 他說那不然你就一起去 反正你也沒事 我想說好啊 我沒去過泰國 我說那你要安排一下行程 他說好 我說因為我沒去過 所以你就是安排一些 你覺得好玩的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那時候 只有聽說 泰國東西很便宜 想吃很好吃 我就只是抱著說 反正我就去看一個 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的一個心態 就去呢 第一天去 然後就先去還願 然後還願完之後呢 就是他附近有 好像三個百貨公司 很大的百貨公司 你逛一天一夜都逛不完 那個百貨公司 我們第一天逛兩棟 然後後來就是晚飯時間 我們就坐捷運 回去飯店 然後吃晚飯 然後就在附近晃一晃就回去 然後第二天又回去到還願的地方 就逛第三棟 就前面兩天都一直在逛百貨公司 然後就是進去那百貨公司 所有的品牌 都是你在台灣都看得到的 就很無聊 然後價錢也並沒有比較便宜 然後我就 他就說你要買嗎 我說我想一想好 我覺得也沒有比較便宜 在這邊買沒有什麼意義 然後後來逛逛 逛到第三天我回去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 就是受不了 我就跟他說 可不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 譬如說來泰國 是不是應該去看一下 譬如說乒乓秀啊 或是 什麼 就是獨秀啊 什麼感覺 怎麼感覺你比較像男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嘛 然後他就說好 那不然我知道 我明天帶你去逛一個 就是市集 然後那個市集是非常有名 在泰國非常有名 裡面東西便宜到不行 叫恰恰恰 然後去逛 然後我們去逛完 晚上我就帶你去看 你想看什麼秀這樣 我說好好好 然後那天我們就 一早就出發 然後到那邊去 我天哪那天超熱 那天我覺得 就體感溫度應該有到38多 而且它那裡面還滿悶的 很悶 然後重點是又很大 然後前面就是 買東西買一買 然後 那邊 最適合中品歌 因為都是木雕 木雕 真的 有一區是木雕 有衣服 真的假的 千萬不要去 很恐怖 然後你走進去 然後只要想要往裡面去啊 然後左左右右隨便晃一下 你就會找不到出去的路 對 然後所有的地方 喝飲料的地方 都沒有冷氣 很熱 然後那個椰子水拿起來 你只有前面喝兩口是冰的 後面就是溫的椰子水 然後我那時候就快要爆炸 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我有點不行 我快要中暑了 我們現在可以回去嗎 他說 欸 你剛剛不是說前面有一間店 我們再去看一下 然後我就跟著他走走走去看看 然後我說 我真的不行 我要回飯店了 好了 迷路 找不到出去的路 其實他剛剛就迷路 他就是想說 往那邊走 應該漸漸就會看到外面的路 結果他找不到 然後重點是語言又不通 然後就在那邊弄了半天 大概 又在那邊耗了大概30分鐘吧 真的是快爆炸 我後來就那天我就覺得 我沒有力氣 我就想在飯店眼鏡上躺著 我後來那天晚上我就也沒去看秀 然後就一直吵 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 蛤 妳沒剛給我看18招 後來有去 隔天晚上一去 結果我們被騙錢 為什麼 他就拿配錢這件事情 跟我大吵 因為只有17招 哈哈哈哈 只有6招 為什麼 只有6招 然後那個人進來跟我們收錢 因為那人就說 就之前電視上不是有播嗎 就有講說 現在泰國有很多這種騙人的 就是他會說 你們進來不用門票 你只要請我喝一杯飲料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傻傻就不知道 上去去有一間很黑的店 裡面沒有半個客人 然後我們兩個就坐下來 然後就開始看 然後我還數了一下 一招 兩招 三招 這樣 大概第6招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然後我們就 一站起來 然後意識說要買單的時候 就兩個媽媽 就這樣衝衝衝衝衝衝 衝到我們面前 然後就這樣 money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不就是給 就是飲料錢嗎 上面就是 一杯多少錢 我們就已經錢都算好了 然後他就這樣從口袋裡面 掏出一張紙 上面有18招 每一招多少錢 所以 大家就不管啊 然後因為兩個 就是語言又不通啊 他是你們 第6招要走 我是可以 看你18招 你第6招要走 所以你一樣算18招 他暖身已經暖到18招了 我不知道 他不是只遲到第7招勒索而已嗎 沒有 他自己要走啊 沒有 反正你也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然後他們就一直說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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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又有兩個標形 大人就這樣站在門口這樣 就這樣盯著你 好可怕喔 然後我們又很害怕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 我就用很爛的英文 然後反正我就跟他講說 我沒有那麼多錢 而且 我可以把我身上的錢都給你 但是你要讓我留計程車錢 讓我坐回去我的飯店吧 然後還好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他感覺好像很兇有沒有 可是講出來都是在求饒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男朋友 他之前去的時候 就有聽過人家被騙 所以他那時候錢有放兩個口袋 他身上就這邊放1500 這邊放1500 然後他就把這口袋 整個這樣翻出來 然後就說 我們只有1500 所以你要留500塊 讓我們坐計程車回去 妳能不能還滿聰明的耶 對 然後後來走出去 大吵 他就很不爽 因為他就覺得說 我就跟你說是很無聊 而且我已經看過 然後你看我們進來又被騙 然後就那邊硬要說要來看這個 我們隨便去一個路上 什麼店喝個飲料都好 硬要看 那我說我就沒看過 誰知道你要帶我來這個 會被騙的店 就你知道 整個就是吵到不行 後來吵到台灣 好像沒多久就分手了 欸 但我出國吵架最討厭 因為還是要回到同一個房間 對 對 他看他的書 我玩我會電動 這都不講話 你還很痛 那一場尷尬 1500看六招不錯了啊 對 對啊 你現在是 在算那個投資報的成立 不然想說1500 1500只能看五招 一看了多看一招 你們兩個在那邊表演 真的 好 最後一個會讓你們吵架 我們要收藏的是什麼事呢 添購家裡的一些用品 尤其是夫妻去逛的時候 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但是要看價錢 那那個時候我們家 因為小朋友常常打噴嚏或什麼 然後那個時候我 我老婆她的公司有一個 離職的人 她去賣吸塵器 所以呢 我們不是去外面逛 是人家拿吸塵器 來我們家示範 等於她那一天 她在我們家全部打掃完 給你示範看這個吸塵器 有多好用就對了 後來示範完之後呢 就是上單就拿出來 就說沒關係你們可以先買 到時候不滿意再退貨 我就看 吸塵器一台七萬塊 有問題嗎 我知道你講的那一台 對 那我會覺得說吸塵器這種東西 因為其實很多的家 尤其像這種出眾的工作 就是比如說吸塵 然後吸地板啊 拖地啊 掃地啊 擦窗戶這種是我來做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個人還在 我就沒有說什麼 我就 好反正可以退嘛 然後我就 她就先簽了 就留著 她就兴高采烈的 要拿來試用或什麼 但我就跟她說 其實我 如果我勤勞一點 我可以代替這台吸塵器 她說你會吸塵滿嗎 你不行吧 對啊 是不行嗎 是沒有錯啦 滿有道理的耶 對 然後我說 好吧 那我們就試用一陣子看看好了 就有一天 小朋友 哈啾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她 她抓狂耶 她說你這樣看著我幹什麼 當初你也是要一起買的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看著我 而且才幾天而已 才一個禮拜才不會有效果好不好 莫名其妙 這樣看我幹嘛 哈哈 我說我 我只是想要確認一下 這台真的還要嗎 我要 我就是要 怎麼樣 我也是被前女友逼去那個IKEA 買傢具 她也是覺得一起去買傢具很甜蜜嘛 好像 很普遍的一個錯覺 所以我就 很普遍的一個錯覺 問猛 不知 krij 大人 說 大人 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